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俩在一起半年多了 我性格本来就大大咧咧的 我们俩性格差异挺大的方式 在家里吧 家务什么的都是我来做 虽然有点家庭主难吧 但是又会做饭 又会洗衣服 然后又特别会照顾我 我就特别喜欢他 我感觉他不应该把这些事给他朋友去说 整个我感觉挺没面子的 但是我跟我朋友这样说吧 是因为我喜欢他 我觉得我特别的自豪跟我朋友说这些事情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了 因为这些事呢 我就想气气他 就是闹出了很大的误会 闹得我们俩人现在很不好 我觉得如果现在他要继续想和我触下去的话 他以后就得听我的 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走不下去了 不管怎样你都得听我的 这背后藏着什么呀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王二十五岁 是一名健身教练来自山东 女嘉宾小挑二十三岁 是一名销售 同样来自山东 来 有请有请两位 箱子里的秘密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吗 愿意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吧 是在健身房认识的 当时他是那健身房的寻场教练 我呢就是看起来也有点胖 所以就想减减肥嘛 我就是其他的器材什么都不会 就一直在那跑步 他可能看我挺可怜的 然后就跟我说 其他的器材怎么用 营养怎么搭配 才能减肥减得更快一点 所以我就慢慢觉得 这人特别贴心 就对他产生好感 然后就慢慢在一起了 后来是谁主动的呢 他主动的呀 追了多久就变成你女朋友了 一个月左右 怎么了现在 刚开始的时候吧 对我特别好 就觉得我那样跑步 营养失衡了 天天给我做饭 最基本就是三菜一汤 从来没少过 后来吧 他就老男的升职了 就是事多了当借口 然后每天 您知道他给我做什么吗 就是那白菜帮子 然后豆腐 炖锅汤 真好啊 我这人把 翡翠白鱼汤 我这人把嘴挑 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吧 我是一口也吃不下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他这么说过了 他就说那你嘴挑我养你啊 我给你做好吃的呀 现在就天天就给我做这个 我个人也比较提倡就是吃素 我瑜伽老师 然后我经常就是 你是健身还是瑜伽呀 我健身瑜伽都脚 你来个瑜伽动作我看看行吗 来一下是 身材一看就不错啊 他平时性格就这样闷闷的就见谁就光笑 我笑 还给你做饭 还笑挺好的呀 他就老感觉就是我变了 你说话能快点吗兄弟 我就很恍惚 这边是个男人 这边是个女人 你别怕他我给你做主 你说大声点 那天我们健身房年轻 我提前给他打电话了 我说我晚上可能晚回去一回 你看冰箱里有什么菜 你热一下先吃 然后回去你想吃什么再给你带嘛 他当时没说什么就撂电话了 撂电话回去之后一看我不在家 可能也没什么吃的了 然后给我打电话那边就给我炒啊 他说你现在马上给我回来 我饿了给我做饭 然后我说现在实在走不开 领导都在这里嘛 他就是不愿意 他说你再不回来 把家里的东西都摔了 我就听那边他在摔那盘子 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给领导说了一下我就回来了 你怎么跟领导说的 我没说这个事 我说就外面有点事嘛 他就天天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说话 那天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说 那天吧就客户就老跟我 叨到这叨到那的 就心里特别烦 我就行伤回家嘛 他可以安慰安慰我 就奔着找安慰的心里回到家 结果一开门吧 这灯也是关的 水也没有 饭也没有 因为平时都是 我一回家就是全都有嘛 对对对 忽然就那落差感您懂的 我不懂 从来没人这么伺候过我 我也没经历过这种落差 然后我就可烦了 但烦吧也不至于就是跟他吵架 嗯 结果电话一打过去 那边全身的女孩在那笑呀玩呀 你说我这心里那么烦 那我肯定火上来了吧 我这人脾气爆 火一上来了吧就控制不住 其实他说的什么 我要摔摔摔完了家里所有的盘子 我其实就摔了一个水杯 就摔了一个 然后他听着有摔东西的声音 那天过后他还制定了一个什么晚餐计划 第一条每天就是要不吃剩菜 第二条要晚上6点45之前 必须把饭做好端在桌子上 第三条说要荤素搭配不能光有菜 还要有肉 主持人你听听多合理啊 合理 是吧 太合理了 剩菜的话要受酸盐致癌的 我真觉得合理 是吧 你看既有营养又合理 是吧 我觉得一个健身教练的女朋友 就应该这么保护她的身体 就是啊 就应该这么给她做着吃 就可以了 她应该做给我吃 她是健身教练 你不做给她吃 让她做给你吃 她懂啊我不懂啊 你做啦 我这样做 但是有时候 你做啦 哎呦我妈呀 她刚开始的时候就跟我说 我觉得男人给女人做饭 洗衣服吧 就是一种享受生活的一种感觉 是是是是 她给我做饭 洗衣服特别享受 但是她 我做什么 她都感觉不对 没有功劳 有苦劳吧 洗个衣服也是 我每次洗衣服 她都 你们家不是洗衣机啊 洗衣机她不让用 是洗衣机啊 洗衣机不让用 那那那有不让用的原因呀 您知道我这出去见客户 我穿都是那真丝的衬衣 然后她吧 就给我往那洗衣机里一扔 而且那浅色衣服 跟深色衣服 都一起洗 然后我说那以后 我那衣服 你就给我用那 手洗洗衣垫 就这么一次要说的嘛 你在那里都快吃了人了 你特喜欢她 呵斥你的时候吧 不是啊 喜欢也不上这来了 行吧那你这次是 为什么事来呀 她觉得我伤了自尊心了 我感觉良心的事再怎么样 你不要让朋友知道嘛 我现在在家 就你在家里被这么压迫 都没朋友知道是吧 主持人那不是压迫 那是她自愿的 对对对 你在家里面这么幸福 你都没跟朋友说话 她把这些我洗衣服 做饭的这些照片啊 还发了她朋友圈 然后上面还备注 这是我家小媳妇做的 她的朋友就在那疯狂的点赞 我感觉在她朋友面前 都抬不起头来了 我每次和她朋友一起出去 她朋友调侃我在那 她说啊 这次把你小行费带来了 整的我感觉都抬不起头来 不是我不知道 您知不知道那朋友圈里 有那种帖子 什么会做饭的那个 有肌肉的男人 是最性感的男人 是 我就想嘛 你说我男朋友又会做饭 然后又有肌肉 我就觉得她特有面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发那网上去啊 我那朋友 为什么疯狂点赞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们在羡慕我 她把我那脖子上身 然后戴个围裙 那样的照片发上去 就是你光着膀子戴围裙是吧 对啊 多性感呀 然后 你就不高兴了 但是那样 我就感觉我自己太没面子了 上次和她朋友一起 就玩那个什么大冒险 然后我输了 我输了 我输了 她朋友让我跪下 给她穿鞋 然后叫女王大人吉祥 你说人家那网上可多那种 跪下来给媳妇穿鞋的男人 才是最爱媳妇的表现 这又怎么着了 就而且都是在那玩游戏呢 都是朋友 在家里可以 在外面怎么能可以 玩游戏呢大哥 还有什么事儿是大哥觉得过不去的坎儿吗 那哪是她过不去的坎儿 那是我过不去的坎儿 还有什么是女皇您过不去的坎儿吗 她不是觉得我在朋友圈里传她那些照片 她觉得可伤了自尊心 然后又不让我发了 她自己在朋友圈里发了 做好的点心呀可漂亮点心摆了半个小时 照张照片传上去了说你看我做的 她那些会员吧都加了那微信了 然后天天就底下一片评论呀 呦教练你这又有肌肉又帅又会做饭 谁要嫁了你天太幸福了 她也不跟人说她自己有女朋友 就天天莫言 家里是我说那些干什么 呦那人家都倒追你了你还不说呢 我又没同意啊 上次我就觉得天天给我做饭嘛 我就中午我就那天我正好发了工资了 然后她又挺喜欢吃那川菜海鲜呢 我就寻思我们两个人去吃一顿好的吧 哎呦我这刚一进健身房就一群女的围着她呢 哦我这寻思这怎么了 结果过去一看好吗 拿了一堆点心在那跟人家那女会员吃呢 给你做点心你不吃我不吃吗 我不吃你就发给他们呀 那给会员吃点心怎么了 哎呦你你当时就拿着什么会员教练的职位 就对我下了手 你现在是不是就想对他们下手呀 工作的事情那一样 就觉得我烦了 然后觉得我这也不好看那也不好看 然后就觉得人家年纪又小又漂亮 你是不是想对人下手呀 天天呢跟人家聊什么微信 天天就人家一吃饭就照照片 那教练你看我这吃这行不行 我这样吃的话能不能剪的更快点 不是真好吗 那你睡觉以前还给人发信息呢 叫的屁颠屁颠的跟朵花似的 发什么信息呢 就是明天去健身的时候穿那衣服 然后人家摆床上咔嚓一照给他发过去 说好不好看 有人说哎呀真好看明天明天见啊 就这样呢 还有吗 还有就是我看着他吧 性格真的太软太娘了 我真的受不了他了 他要不这么娘 你能欺负他这么久哦 那也不算我欺负他呀 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乐意 我现在问你 你有没有移情别恋 没有 你爱他吗 爱他 他可能就喜欢我这女王范 你今天为什么来啊 我就觉得他做了有的事就有点过 一点也不难忍 主持人您可不知道 他天天呢 一下班就愿意在那小区门口 跟人大爷大娘一起扎堆 扎堆就聊什么呢 就聊什么洗发水哪又降价了 那卫生纸哪又便宜两块钱了 从来都不让我网购 为什么我网购老买那些国外的化妆品 他就说你怎么那么重阳媚外呀 那化妆品多贵呀 是你干的吧 我也不愿意这样 他什么他天天家里什么事都不饿 他就从那地摊上小市场 或者那超市里给我买那化妆品 什么SOD密 就我就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这男人你还要吗 要 我以为你说不要呢 我赶紧给他做征婚广告 你敢 我害怕我确实不敢 他们四个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夏天啊 欸 你说你还要他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他要不要你 我还是再确认一下 站在对面是男朋友还是厨师 男朋友 他现在叫王经理 有时候忙于工作也正常 家里做个饭菜 你难道真的不能做吗 电话当中你摔盘子 你在家里摔碎的是盘子 但他在外面被你摔碎的是面子 何况他的领导也在旁边 你刚才说 他做的不对 现在和这些女的 招风引蝶 谁造成的 太飞扬跋扈了 这是把自己的男人 逼着到外面去寻找温暖的港湾 还有一点 你是身在福中 不知福 他为什么 扶手甘为祖父 因为他爱你疼你 而并不是他无能和屈从 你应该感恩他的付出 但你没有 对他特别好 你好在哪里 你看你今天说的话 虽然你知道这是公共平台 说的比较婉转 但是卵中带印 你每句话当中 根本没有女性的温柔 小田我只想 告诉你一个信息 当今社会 出门能赚钱 回家能做饭的男人 是很多女孩子心中的男神 何况他又长得这么帅 会瑜伽还是经理 一切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听他俩的故事呢 觉得不是特别陌生 因为我有一个发小 他爸爸是一个企业的老总 工作非常的忙碌 妈妈呢是很早就不工作了 那在家 但是他家所有的 从打扫卫生擦地 到洗衣服 到每天做饭 全是他爸爸一个人 就是他爸爸那么忙 如果晚上有应酬的话 会派司机送回家 即便是这样 如果晚上或者中午 做完了饭以后 他妈妈会说 这个怎么这么多油啊 这个怎么那么咸呢 或者就说 今天这个地没擦干净啊 这个衣服怎么没洗好啊 就还会有这么多的抱怨 抱怨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他女儿 经常我们一块聚会的时候 他都说 我 我妈怎么能对我爸这样呢 就是他自己都接受不了 后来他也结了婚了 他结婚的时候 就是他老公就跟他说 亲爱的 我可真的做不到 就是你爸爸 对你妈妈那样 我在婚前 我就得跟你说清楚 然后他很坦然地说 没关系没关系 我也觉得 不太有可能有人 能做成这样 就自己的女儿 都不向着自己的妈妈 但我觉得 我知道那就是一种相处的方式 可能就是他的父母 最和谐的那种相处方式 好像他们的日子就是这样 打打闹闹 但是 这就是他俩最和谐的一种方式 对 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他们两个人觉得 OK的话 那么也许 多少年以后 看他们俩 可能还是小天 这个范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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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敢说你在对外人面前 其实你还是蛮平凡的 但是就在男朋友面前 跟你高傲的过分 你一厢情愿地高估自己的情侣价值 却有意地忽略 甚至于漠视他的情侣价值 他很在意 很介意 你的朋友知道他如何对你的 你还以他最在意的这个点 去在朋友面前去炫耀 你真觉得朋友会觉得你很幸福吗 他们在觉得你幸福的同时 他们会觉得你的男人很卑微 你通过践踏他的自尊 来获得自己的幸福感 这样对吗 男人是要尊严 你可以用你们特有的方式去表达爱意 但千万不要过度 过度了就非常危险 人性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你看这人啊 你要是一直对他好 你突然要是哪天对他不好 他会伤心 因为长久以来对他的好 他认为本该如此 理所应当 你要是一直对他不好 突然哪天要是对他好 他会突然之间受宠若惊 所以说人性大概的基本弱点就是 都是欺软怕硬的 这个欺软怕硬所指的是 对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 他会欺软怕硬 但是对于客观看待别人的问题的时候 他往往又喜欢除强服弱 一个很显著的例子 你比如说你跟他之间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欺负他 当你们俩碰上外部的问题的时候 你们就会一直对外 你会护着他 中国人喜欢说一句话就是 我们家的人 有我打来有我骂 别人不可以欺负他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坚决支持你继续欺负他 不要以为男人就应该一定是 身强力壮 气势跋扈 不是这样的 其实真正的男人之处 恰恰在于对女人的宽容 这才叫真男人 现在秀恩爱的方式大致有两种 比如说像在吃饭的桌上 男人都有点吹牛 有些男人就说 我们家什么都听我 我说东他不敢往西 我说南他不敢往北 反正家里老子说了算 而另外一个男人 他可能秀恩爱的方式就是 没事家里都是我太太做主 我想请问一下 同样是秀恩爱 这两种方式 大家伙听了之后 会觉得谁更男人呢 一女生到了45岁的时候 老公走了 得肝癌走了 这故事就是我们院子里的 这男生就是像他一样 一直以来宠着这女生 这女生从嫁给他那天起 没有洗过衣 没有做过饭 在家里是衣来伸手 饭来传口 但平时还不珍惜 老公在家里做家务 他就在外面打麻将 而且跟你一样 在外面经常还要炫耀自己的幸福 然后把自己的丈夫说得像绵羊一样 但是在她45岁那年 也就是她丈夫大概是在55到47里走 那走了以后回到家里边 不适应啊 什么都没干过 你洗拖把都没洗过 直到有一天家里停电 她找不到蜡烛 就一个人坐在客厅里边哭 等电来了之后 她跑到那个抽屉里面去找蜡烛 就发现一本本子 上面本子上就是这样写的 老婆 蜡烛放在第几格的第几层的抽屉里 卫生纸放在哪儿哪儿哪儿 充电 那个家里买电的卡在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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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看着那本本子是泪如雨下 原来这些年来 我老公就是这样对我的 而我从来都不知道珍惜 非要到那天吗姑娘 默示自己的爱人对自己的付出是最大的愚蠢 等到哪一天这些东西真的没了 真的属于别人的时候 你上哪儿后悔去吗 你在让她给你穿鞋 众目睽睽之下给你穿鞋 向你低头的时候 你可曾问过她内心的感受吗 夫妻只有在大家面前互相尊重对方 才能得到别人由衷的赞美 由衷的羡慕 而其他的那种所谓的靠男人的尊重过日子 那都是花架子 所以我今天希望你诚心实意地向她赔礼道歉 以后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在家里可劲地欺负她 没关系 我觉得这小子也喜欢这个 但是在外面给她留足了面子 这才叫真正的软硬兼施 家庭模式不一样 愿意怎么处事自己的事 但是离开了互相尊重 什么事都不会久长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她们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但是我们两人走在一起也不容易 嗯 我感觉你的脾气吧 真的要改一改 至于我们能不能走到最后 我想要改了 会对你有好处 我这个人吧 脾气本来就是大大咧咧的 可能有的事吧 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上想事情 但是你不能拿着我做的这些错事 然后再去做一些其他的错事来气我 我真的就觉得特别委屈 然后落差感特别大 其实我做那些事都是为了去你 你去我你不能做那样的事情吗 你让我怎么去想啊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来 请亮灯 来吧 换箱子吧 两位请回 请关门 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吗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 不要奇怪模式 我们知道小标准就行 尊重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她们吧 5 4 3 2 1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5 4 3 2 1 请开门 有点点意思 你信吗 他写的你信吗 他写的你信吗 你们俩就在一起吧 乃声桌 我把你淘宝购物车里的宝贝都付款了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我不懂 我们看女生给男生写的是什么 我有点不信呢 我偷偷报了一个西点课程 以后做好西点给你吃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谢谢 你们将获得由四部集团天使之妹提供的精美面膜一份 智生活想人生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2580元的擦窗机器人窗宝730一台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一对的浪漫时刻 叫女王求吧 我求就我求 来 给我 我以后肯定会对你好 跟我在一起吧 那你给我带吧 亲一个 亲一个 两位请回祝你们辛苦 来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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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人 就不一样的爱情 接下来的这一对 他们遭遇了什么呢 我们先来了解和认识一下 我自从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以后 我姐就不开心 不乐意一直都给我说她不好 那不好这不好 然后我男朋友吧 也不喜欢我姐 就说我姐 我们两个的事 她干嘛搅和干嘛参合 但是我从小到大都跟我姐关系特别特别好 什么事都听我姐的 我自己呢 其实也发现了她自身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她真的是不靠谱 但是她就现在又倒追我 她就说 她知道她错了 然后请我原谅她 所以我现在特别的纠结 我也不知道是该给她机会呢 还是不该给她机会 让我们先用掌声请出她们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22岁 是一名造型师 来自陕西 女嘉宾小西 23岁 是一名舞蹈老师 同样来自陕西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箱子里的秘密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吗 愿意 愿意 你说了这个 你姐姐 不同意你们俩 是啊 你想跟她好 不是 那是 一开始我喜欢她 然后她也对我挺好的 但后来我发现她一直都是在骗我 你指的这个姐姐是 我亲姐 姐姐今天也有来是不是 嗯 我们把姐姐请上来 真的很像啊 你不同意她跟她交往是吧 理由呢 有一次我就去她们店里 看见她搂着一个小女生 摸着人家头发 还说什么亲爱的什么 我就觉得她说话太暧昧了 我澄清一下 我做美方 然后顾客来 我当然摸着她头发 说 你的头发需要护理了 然后我说的是亲不是亲爱的 不止这一件事 还有呢 就为了这事我跟我妹说 我妹开始不相信我 我就去她们店里 她们进里聊天 才知道她给她所有店里人说 她没有女朋友 那我就想我妹算什么 解释一下 工作需要 你什么工作需要隐藏女朋友 女朋友不是公开说给人听的 是哥的心里的 因为我干美发这行 肯定有很多小姑娘嘛 我一公开的话 是不是就没声音 没声音我是不是 得占补回家 造型师 为什么说自己有女朋友 就没有顾客了呢 因为有很多 就我剪头发剪得比较好嘛 她们就像小粉丝一样 如果一公开的话 她们肯定不会来了 她把自己跟刘天王 放在一个档子上了 那我们就不好说什么了 姐姐还有什么不同意的理由 然后听她朋友说嘛 有一个女的 而且那是一个中年妇女 给她就是 办卡 请她吃饭 还送她手表 这个我再呈呈一下 她也是顾客 因为经常过来一冲 会员就几万几万块冲 经常找我给她剪头发干嘛呢 她冲完会员说 想个人吃个饭吗 我说好吧 然后就跟着去了 冲完会员 电了给我分梯乘吧 分梯乘我去买个手表 就被她误会成 说那个中年妇女给我买的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姐姐就这么多意见是吧 反正我就觉得她挺不靠谱的 不想让我妹跟她在一块 这事父母知道吗 知道 我父母也不同意 姐姐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了 好 谢谢你啊 来 请回 你今天为什么来 想和解 姑娘你说吧 还有就是我跟她在一块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她还对我挺好的 然后要是有别人在一块的时候 她就感觉变了一个人 就害怕别人知道 我跟她有什么关系 我一拉她手 她就把我手甩开 她说 有人呢 公共场合注意点 也不是 就是我们那种习惯 被人牵着 然后还有她朋友手机上 居然还有她跟另一个女孩 接吻的照片 我就问她 我说这怎么回事 她说 我在酒吧 玩呢 喝多了 没躲 几斤吗什么的 那天下班早嘛 同学们都说 咱们去酒吧玩吧 结果去 他们带个女孩 然后去和她拼酒 然后喝多了 那女孩过来 请我脸上 没躲到几斤 就被亲到了 结果被我婆婆 正好偷拍 就看我母亲 那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手机永远都调的是 飞行模式 怎么讲 因为她永远在 飞 因为我跟她这一块时候 经常有一些烦人的 小女生打电话 我怕她多想 怕心里难受 真体贴 你官程飞行 我才会多想吧 而且每次都是飞行 你这样子 谁不多想 姑娘 反正要分手了 你纠结这些干嘛 没有 就是她骗我事情太多了 我5月20号过生日嘛 然后别人都说 你生日真好 5月20号的 男朋友肯定会给你惊喜 然后什么什么的 她不但没给我惊喜就算了 5月20号的时候 她人都消失了 后面我才知道 去年的5月20号 是她跟她前女友分手的日子 所以她就心情不好 然后比较低落 然后我知道了以后 就偷偷地把她的前女友QQ号就给加了 然后进那个空间 就看到她给她前女友留言 然后说什么 你最近过得好吗 然后什么 我想你了 我忘不掉你 什么什么之类的话 而且是在我跟她好的时候 她给那个女孩留的 澄清一下 澄清一下 每个人都有过去 每个人都有一个无法忘记的 既然分手来 也可以做朋友嘛 那就关心一下 那现在我是你女朋友 你怎么不关心我呢 她虽然是过去 你就是忘不了她吗 不然我跟你一块逛街的时候 你也不会跟我讲什么 这块曾经我们来过 然后又什么 一起 你跟她一起 什么卖鱿鱼 对 我和她一起打苹果 就走到那个地方 突然之间就不由 那现在不很明显 你就是想着她 就是爱她 那你干嘛要跟我好呀 你有没有想 现在我在你旁边 我听到我是什么感受 小伙子 你今儿来干嘛来了 挂解矛盾 合计 为什么一定要跟她好呢 因为她 在我心里已经扎根了 不能失去她 她是跟 那前女友呢 她是过去 那为什么不跟所有的女顾客 都说这是我的女朋友 都这么重要了 因为我就是想好好打拼一下 就是未来我和她少奋斗 然后少辛苦一点 我都赚点钱 到时候我俩一起奋斗 很快很快 世界就会长交 就这样想着 结果她一直在误会我 确实想跟姑娘好 是吧 对 你是坚决分手的吧 是 我觉得她根本就没把我当女朋友 不然也不会这样骗我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认识的时候 是一开始我和我姐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孩 我们三个人合租呢 然后那个女孩 就她不住了 家里面有事 她就跟我讲 她说 希希那我介绍一个朋友吧 她这两天也找房子呢 跟我姐商量一下 就觉得 那合租有一个男孩也挺好 就说什么灯泡坏了呀 水管坏了 她还能帮我们修一下 一开始是拿来做苦力的 对 还能修一下 然后谁知道 她搬进来以后 事情就越来越多了 不是 你说说这事 一开始是怎么了 一开始是喜欢我姐 但是这件事我都不知道 她也没跟我讲过 我以为她一开始就喜欢我 她追我的时候 是这么跟我讲的 她说 我特别喜欢你 我一开始见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了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姐姐在吗 我还想 谈到这儿 我真有话问姐姐 她是这么跟你说 你接着说 她就说 喜欢我 第一次见我就对我有好感 觉得我挺小 挺可爱的 什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都根本不知道 她追过我姐 哎呀 刚才姐姐上来也没说这个呀 你追过她姐 对吧 来来来 姐姐来来来来 这小伙子追过你 姐也没追我 就有一次吧 就是她生病了 我就帮她买了个药 然后给她煮了个粥吗 啥 然后她可能因为感动 就说什么 姐姐我喜欢你 我就说的是 你再别闹了 你这么小 我不喜欢年龄 比我小的男生 然后我说 我看你和我妹挺适合的 我就开了个玩笑 结果她真追我妹了 明白了 明白了 你不希望她们好 跟这个没关系 没有 好 谢谢姐姐 请回请回请回 没有其他的 没告诉我们的了吧 没了 好吧 你今天来的意见是 分手 你绝对被放开了 一定会来追回来 好吧 这90后的情感 我也看不清楚 四位老师 交给你们了 一起进入 Tubit文件 小李 你认不认可 你和小夕 属于在热恋的过程当中 是啊 但是在热恋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事实表明 你蠢蠢欲动 沾花了草 这 只是其中有些误会啊 你朋友手机上的 那一张照片 也就是你和那根 女孩子做人工呼吸的 那张照片 那个女孩子是谁 那是一个朋友 那没有 没有对对的 你不用解释 我告诉你 你刚才的理由 整个哄哄小女孩的 你骗不了我 那个女孩子 你认识多少时间了 两个都要把 你朋友知不知道 你是有女朋友的 拍的那个人 不知道 明白了 因为那个朋友认为 她是没有女朋友的 好 现在看到这一幕 发出去了 但恰恰她是有女朋友的 无意当中害了你 还有一点 小夕我告诉你一个常识 一个男人 面对着自己女朋友 或者自己妻子的时候 手机是关机的 静音的 和飞行模式的 心中一定有鬼 很显然的是 你们的亲情没有问题 你姐姐因为 自己的一句玩笑话 她当真了 来追你了 最后你们两个人也好了 所以你姐姐通过 这样辛苦的卧底 想去认证一下 这个男人可不可靠 结果 她发现 不可靠 她感到很内疚 所以把这些事实 告诉你了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还有小伙子 你保护隐私 只有一个目的 让这一些女孩子 你有兴趣的女孩子 或者对 你有兴趣的女孩子 知道你是没有女朋友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很简单 好喝好散吧 我特别不理解 小李的一些做法 如果你觉得自己手艺比较好 能够有很多的客户 来找你剪头发的话 那么即便是你将来结婚 或者生孩子 都不受影响 但是如果你仅仅是靠 他们对你有一点 异性的这种吸引 这样去吸引你的女顾客 我觉得这个距离 你自己所说的 什么少打拼几年 很快就能让你们俩 过上幸福的日子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但是我想跟小夕说一句 你好像比她大一岁 女孩子会比男孩子早熟一点 尤其是对于感情 我不想说 你的男朋友是一个 品行上 或者是各方面 都特别有问题的人 我们姑且就觉得 她还没长大 我觉得她还不适合 去谈一段真正的感情 你也是 你才23岁 你美好的人生 真的是刚刚开始 然后保持一定的 女性的第六感 是正确的 坚信她 谢谢老师 小夕我问你问题 这是第一次恋爱吗 不是 这是第二个 第三次 那我怎么总觉得 你这三次啊 全白谈了 你居然就是 不能看出她的真面目吗 没有 我就是特别相信别人 我从小性格就是这样 那你信你姐姐吗 信 本来一开始 我姐给我说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姐肯定是不喜欢她 讨厌她 然后就不想让我 跟她在一起 因为她每次说的 真的特别好 所以我就 挺相信她的 她说的真的 就 反正是个女孩 肯定都会相信 我觉得 不见得 至少你姐姐 就没有相信她 所以她跟你接近 我姐去她们店了 我没去过 这就奇怪了 这事应该你去 对啊 她就说 你不要来我们店 我每天工作那么忙 你怎么都不理解我 然后我一想 那我就不去了 不然她觉得 我不理解她 那小夕 我刚才说错了 你不是那个早熟 你还不如她呢 你更像一个心智 尚未承受的小妹妹 没错 她呀 跟你在一起 至少不纯粹 在跟你交朋友的时候 跟女客户暧昧 和小姑娘 还有过亲吻 如果是真爱 居然你的身份 不能曝光 她的工作单位 你不能去 所以她爱的 真不是你 我不知道是谁 如果真正爱你的话 你一定放在心上 如果真正爱你的话 一定 坦坦荡荡 公之于众 不给所有 可能对她 产生 暧昧思想 有企图的那些 异性 有任何的机会 不要让她打着说 我只是为了工作的幌子 来去跟 有跟异性暧昧的机会 完全是骗人的 所以你应该啊 慢慢增长自己的情商 她一定不是你那份 真心应该托付的人 好吗 就这样 谢谢老师 刚娶伟说 不知道她爱谁是吧 我告诉你 她吃饱了 就爱前女友 她要是没吃饱 她就爱自己 那些居心叵测的人 一定是要乔装的 没有女朋友啊 是吧 偶尔给你点温柔 陪你打打羽毛球 给你煮碗粥啊 那肯定是要装的 不要看男人长得帅 也不要看男人所谓的温柔 就是要看他心里 有没有你 不要模糊自己的眼睛 我前段时间 在微博上发的一条微博 我给大家会儿念一下 我说男人好色的 毁的是女人 女人好色的 毁的却是自己 男人好色 最多落个散金家财 女人一旦好奇色来 一辈子都得搭进去 现在的一些女人 实在可怕 见到帅哥 移不开也迈不动腿 分不清是非 变不明情理 被嫌弃 没关系 被欺骗 我愿意 这有些女生啊 就看见那帅哥 或者是帅哥 给自己递了一点小温柔 她基本的是非已经忘了 所有的 曾经看到 她暴露出来的真面目 都忘记了 就记住那点温柔 咱能不能不这么看男人 男人不帅 也挺好的 像我这样 我不说夸奖自己 我至少比他好 就是看男人 真的是要看他的心的 看他平时在生活当中 真的心里对你有几斤几两 是否能够把你放在这 而真不是看他长得怎么样 然后对你有多少的温柔 又会 或者用伶牙俐齿来哄你的 如果一旦发现 一个男人 有道德和品性上的问题 头也不会拔腿就走 当然我知道 我说这话 天下的女人 未必也就 真的认清 能得认清男人的 但是至少一点 就是对帅这字 至少放轻一点吧 好吧 好似害死人呢 姑娘 就这样 谢谢老师 人品是一个最最基准的东西 但是你们的是不是就这么严重 你心里清楚 我们现在很多孩子 对很多行业是有误解的 你这些行为的前前后后 到底是怎么来的 自己去想 至少你对这个姑娘是真诚的吗 我觉得犯了错不怕啊 你得认识错误 你不能到处找借口 让人痛恨的是说 你还在找借口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介绍黄金60秒 谢谢 我爱你 我离不开你 这次我错了 我可以为你放弃这份工作 以后你看我的表现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知道你也对我好过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反正你毕竟骗过我很多次 所以 你的过去我没来得及奉陪 但剩下的未来我奉陪到底 希望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说谁都会说你做得到吗 没问题 就一次机会 能答应我吗 好 时间到 都说喜欢聪明的是吧 其实我看错了 大家都特别想找比自己傻的 因为好骗 来两位换一下箱子 来请关门 来吧 各位 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觉得这个女生会出来就选赞成 不会出来就选反对 各位 请选择 现场有70.83%的观众觉得女生会出来 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问个男生 戴眼镜那位先生 来麻烦你起立 我先说一下 我们俩特别远 我们俩从加拿大来的 对 然后我们也是那个特别 就是 我们俩也是那个 一直在国外 还有我家里 我家里人就是一直也都在国外 他家里人也是 然后我们都特别喜欢这节目 然后我们俩这次正好回天津了 办事情了 然后就看到这机会 然后就马上就过来了 就特别喜欢这节目 我们这节目还行 特别好 现场看更有味道 是 不妄夸奖一下自己 觉得这女生会出来吗 我觉得她肯定会出来 为什么 就那男生求她的时候 她还说 你能做到吗 能做到吗 我觉得她意思 就应该是要出来的意思 但是我特别想劝这女生 别再傻下去 有些东西 我们大家看的都特别清楚 她可能深线里面看的不太清楚 这正好问一下了 来 我就跟我女朋友的意见相反 我觉得那个女的一定不会出来 我觉得那个女的上来之后 她真的给我们的道士们弄醒了 终于醒了 她的眼睛打开了 希望她会有更好的下一个男朋友吧 好 谢谢 谢谢你们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们自己 五四三二一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哎 这口气算松下来了 是吧 男生在箱子里说 我哥和我说 一定让我把你带回去 打的是个青青牌 这个结局大概最好 省得纠结 这个结局 从另一个侧面 也反映了 这个现场 老师们的一些分析 剩下的时间 当然是分享你们 人生精华的时间了 一起进入 爱情保险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面膜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爱情中 认识一个人 要靠缘分 而了解一个人 要靠智慧 对于已有恋爱人 却不敢对外宣布 自己心有所属的人 不管他长得有多帅 多么漂亮 一脚踢开 转身就走 明知道是火坑 还要奋不顾身 至少是一种悲壮 但明知道是火坑 还偏偏说他不是火坑 那只能是悲哀 要感谢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 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阴京卫视 传递生活正能量